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儿子今天被老师表扬了 说他上课认真听讲 回答问题很积极 我一感动 特意接儿子放学 带他去商场买他心心念念已久的小汽车 没想到遇到了我那五年没见过面的前任 他从一辆保时捷911的副驾驶上下来 潇洒帅气 风流自成一派 驾驶座上的女士看上去四十多岁了 保养得体 我懂了 他看过来 和我来了一个命运般的对视 我牵着儿子的手抖了抖 儿子指着那辆车子 妈妈,那辆车好漂亮 许进北看向上上 脸色晦暗不明 他那是什么眼神 我轻轻捏了捏上上肉肉的小手 那我们就好好学习 可不许学叔叔 不好好学习 只能干这行 果然 许进北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拉着上上往商场走 身后 许进北喊了我的名字 苏语 我呼出一口气 转身给他一抹落落大方的微笑 嗨 好久不见 别看我看着轻松自然 但我硬凹出来的这种老娘不care的姿态 其实还挺累的 我要挺住 许进北走过来 扫了上上一眼 你儿子 我仰起下巴 对啊 许进北的下河线紧绷着 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轻笑了一声 什么时候结婚的 孩子的爸爸呢 我脑筋转得极快 瞬间就想好怎么回答许进北 但没我儿子的嘴快 我没有爸爸 许进北也很诧异 诧异过后 他眼神复杂地看着上上 我的手又抖了抖 连忙开口打断这场差点上演的父子团聚戏码 我离婚了 说完我就拉着上上走了 我的背影看上去一定气场十足 叔叔再见 上上回头和许进北挥手 我帅气不过三秒 差点扭到脚 给上上买完小汽车 我就直接带他回家了 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爸则过来一把抱住上上 哎呦我大宝贝 今天被老师表扬了 妈妈给买了小汽车 开不开心 开心 上上被老爷抱着 他则紧紧抱着小汽车不撒手 洗手 吃饭 我妈一声令下 我们祖孙三人立刻去洗手 餐桌上 我妈一脸严肃地开口 你小姨老又给你介绍了一个 这周六 你去见见 我妈当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 是有些严厉在身上的 我不敢反抗 求救的视线看向我爸 我爸明明在看我 收到我的视线 立刻低头给上上家菜 来宝贝 多吃点肉 长大个 我妈就是我高三班主任 在老妈和班主任的双重支配下 我去相亲了 对方名叫傅林 长得优雅 成熟帅气 33岁 离异 没孩子 是个律师 她跟我介绍了一下她自己的情况 然后又表达了她对我的看法 苏小姐 我很想深入了解你 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荣幸 怎么个深入法 微微一笑 然后我的脸就笑僵了 我不敢说不行 因为临出门 我妈跟我说 你要是敢故意破坏相亲 回来我给你腿打折 我妈当然不可能真的把我腿打折 但她的劳道工 我可受不了 她还总说我是她带过最差的一介孩子 我笑而不语 嘴角微微抽搐着 傅林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但笑着拿出手机 先加给微信吧 实在不行 也可以做朋友 我点点头 加了傅林的微信 回家我妈问我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说我已经加上微信了 以后微信上聊 我看到了我妈脸上满意的表情 就好像流动红旗 这周是我们搬的了一样 我问我妈 傅林可是律师 你不怕到时候离婚的时候 她连件裤衩都不让我带走啊 我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 还没结婚 你就想到离婚 你简直就是 我带过最差的一个孩子 又是这句 我小声嘟囔着 你一共也就我这一个孩子 谁说的 我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连上上都比你懂事 起开 亲妈 周一 我刚到公司 就被总经理叫到了办公室 给了我几个客户 让我去拉 我们是做办公用品的 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户 我也不怕贪多脚不烂了 直接都给拿走了 回去跟我们的组员分了分 最后落到我手上的 正是傅林那家律师事务所 呃 这也太巧合了 其实我不想和傅林有过多的牵扯 于是我叫来我们组的小李 小李 咱俩换一个吧 小李点头 我刚接过小李的文件夹 组员婷婷就过来了 组长 我刚才打电话约 林瑞科技的人见面 但对方说 要你亲自过去 没办法 我只能把刚从小李手上换来的客户 给了婷婷 我去谈林瑞科技 这是一家新的科技公司 办公楼才定下来 现在什么都需要新买 是个大客户 可当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公司的法人 许进北 还点名要我这个组长去谈 那个死混蛋要干什么 我直接杀过去了 笑话 这么大个单子 我肯定不会因为一个渣混蛋放弃的 到了地方 我看着空荡荡的大楼 两眼冒金光 我一定要拿下这个单子 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我一回头 看到了许进北 五年不见 这男人越来越帅了不说 气场也变得更强大了 再配上他那块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 我儿子以后肯定比他还帅 这是我现在唯一满意许进北的地方了 许进北走过来 低头看着我 唇角倾勾着 眉宇间风流倜躺 这么快又见面了 看来 我们两个还真有缘 我拿出合同 既然有缘 那就签字吧 许进北 我把合同往他面前递了递 脸上堆满虚伪的笑容 许进北冷哼了一声 你这哪是和我有缘 是跟钱有缘吧 这不是废话吗 你签不签啊 再不签我脸都要笑将了 许总 请您签字 我提醒 许进北缓缓拿起笔 在我心潮澎湃之际 笔尖落到了签名处 许进北突然放下笔 摇了摇头 我脸上的笑容 瞬间挂不住了 许进北审笑了一声 你还真是现实 我深呼吸 在心里默念尽心咒 我进不下来 我来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管他许进北生是混蛋 他现在就是我的金主爸爸 我一定要把他伺候明明白白的 只要他签字 我当牛做马无所谓 可他这明显是耍我呢 我一气之下暴露了本性 你签不签 许进北挑眉 还要威胁我 你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 我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一看 电话竟然是傅林打来的 我转身接通电话 声音温柔了许多 唯 傅林 傅林含笑的声音传来 我和你们公司合作 其实是想接近你 怎么来的是别人呢 是不是小李有哪做的不好啊 其实谁负责我们的产品质量 都是绝对过关的 他很好 不过如果是你来 那就更好了 听听 这才叫人话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 一口答应了 那我现在过去 苏宇 许进北突然喊了我一声 我醋了醋眉 转头看他 许进北大步过来 拿过我手里的合同 就签下了他的大名 我要发了 我又咽了口口水 激动得有些结巴 那个 傅林 我这边正签合同呢 既然小李已经去了 那就让他继续吧 你放心 小李绝对能做好的 傅林声音温润 你公司的人 我自然是信任的 你先忙吧 再联系 好我挂断电话 放光的双眼 看向黑脸的许进北 上扬的嘴角 怎么也收不回去 合同 我伸手去拿合同 许进北突然把合同举起来 我怎么也够不着 个子高了不起呀 你都签上字了 不能反悔了 许进北高举着合同 垂眸看我 你刚才和谁打电话 我愣了一下 反射性的回答 客户啊 怎么了 许进北 听得不像 我也是你客户 你对我怎么就 和他不一样 我都不知道 许进北哪来的脸 问出这个问题的 我当时背着我妈 偷偷和他出对象的时候 顶着多大的压力呀 他可倒好 大学一毕业 就把我给甩了 他高中的时候 说的好听点是笑霸 说不好听的 那就是小混混 要不是我不嫌弃他 天天带他学习 他能和我考上一所大学 想起这个我就来气 不说了 我哽着脖子 废话 你能和他相提并论吗 许进北脸色一黑 他是你前夫 他怎么想到这来了 我也没必要和他解释 你到底要不要 跟我们公司合作 给个痛快话 不合作 我这就走 许进北默默看了我一会 将合同给我了 我看着合同上他的名字 最后问他一遍 不反悔了 许进北却不打反问 你还喜欢你前夫 关你屁事 我迅速在合同上签字 走人 大单子成了 我开心到无以复加 苏语 许进北又喊了我一声 看在即将进我口袋里的 钱的份上 我转身给了许进北 给一抹昂贵的微笑 我可不是随便笑的 要不是许进北花了这么多钱 我才不对他笑呢 还有事吗 许总 许进北大长腿一脉走过来 你打算跟你前夫复婚吗 我保持微笑 不 所有的前人在我这里 都跟死了一样 包括你 许进北点头 那就好 莫名其妙 出去上了车 我打电话给傅林 不好意思 刚才在签合同 我是想跟你说 小李也是我们组的优秀员工 你绝对可以放心 如果价格方面 你还有什么意义 可以随时联系我 傅林笑了笑 其实这样也好 跟你谈工作的事情 那我们的事情 可能就得往后演一演了 我张了张嘴 没憋出一个字来 看来傅林是真的看上我了 其实傅林也挺好的 如果他真的能接受上上 对上上视如己出 那我也可以考虑考虑 就算走不到最后 至少谈个恋爱 调节一下生活也行啊 都五年了 许进北都傍上富婆了 我为什么就不能向前看呢 我又和傅林说了几句 挂断电话直奔公司 将合同交给总经理 总经理笑得合不拢嘴 说给我10%的提成 我的天啊 我今年的财运果然爆棚 我让上上成为富二代的愿望 估计快要达成了 我又上网查了一下 许进北的公司 是上个月成功在香港上市的 看来他是要把公司搬回来 要留下来发展了 有富婆有底气 就是不一样啊 当然 这些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 能进我口袋里多少钱 许进北最后在我们公司 买了1000多万的办公用品 总经理答应我10%的提成 最后最后进我口袋里的 也有60多万 拿到钱的当天晚上 我就联系农场 买了一只羊 爸妈 周六咱们去野餐吧 我买了一只羊 好好庆祝一下 上上一听到 要去野餐跳起来拍手 跟只小海豚似的 好爷 出去野餐咯 我在上上面前蹲下 儿咋 你还想吃什么 上上一激动 哈喇子差点流出来 汉堡薯条 可乐 熊孩子就不能吃点好的 妈妈给你烤羊腿 煮羊汤 比汉堡薯条好吃多了 我就要吃汉堡薯条 还有炸鸡 不行 上上一咧嘴 大哭了出来 我妈大不过来 照着我的后背 就来了一巴掌 孩子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上上不哭 想吃什么姥姥给买 我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万恶的隔带亲 妈 你不是说那些都是垃圾食品吗 我都上高中了 你还不许我多吃呢 我妈不愧是人民教师 一开口就是教育的口吻 人家外国小孩天天吃 你也不小了 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了 嗯 对 家里还没等庆祝呢 公司先庆祝上了 总经理约了林瑞集团的人 去高尔夫会所玩一天 还要带着我 总经理说 小雨呀 这个单子是你拿下的 你必须到场了 不去都不行了 那林瑞集团都谁去呀 总经理突然哈哈大笑了出来 都给我笑懵了 然后总经理走出来 拍我的肩膀 差点给我拍地底下去 小雨呀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林瑞总裁要亲自去 你明天好好打扮一下 不过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但你是咱们公司的门面 明天你可得给我 好好称称厂子 不能掉价呀 这个客户如果维系好了 能养活咱们厂子一半的员工呢 呜呜 总经理你这样说 我压力很大的 我的腿都开始发暖了 许静北一个总裁 跟我们掺和什么 也派一个总经理去不行吗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我在会所的更衣室 刚换好衣服 就有人喊我出去 说林瑞的人来了 我又磨蹭了一会才出去 反正我今天又不是主角 结果我刚出去 所有人就都看向了我 嗯 我是主角 总经理朝我招招手 小雨快过来 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呢 我扯唇 笑呵呵地过去 怎么好意思让大家等我呢 你们先去玩吧 许静北穿着休闲 浑身上下带着一股子慵懒的劲儿 一开口 嗓音低沉而充满了雌性 那怎么行 我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顶着一头问号看他 他莫不是冤种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我聊骚 果然 其他人都暧昧地看着我俩 我们总经理更是那个 带着大家走人了 等人走远了之后 我才小声质问他 你干什么 许静北责了一声 眉宇间一派风流 看不出来吗 我抿了抿唇 我能看出来 我还问你 许静北朝我一步一步靠过来 那我说明白 一点好了 我在追你呀 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大步追上我们总经理 许静北就是个神经病 当初他不是和人说他 对我腻了吗 怎么几年不见 又怀念我的滋味了吗 他搁着流膜呢 我可不是大馒头 我懒得搭理许静北 更不想去弄清楚 他说追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老娘一向不吃回头草 虽然我不吃回头草 架不住我们总经理阴暗头啊 小雨 我看许总对你有点意思 你可要抓住这次机会 我张了张嘴 总经理直接一副苦口婆心的口吻 给我说上叫了 哎呀小雨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啊 如果你把许总拿下了 别说六十万了 六百万六千万六个亿 当然他应该不可能给你六个亿 生意人嘛 对待感情多多少少 也是有些衡量的 这年头谁也不是傻白甜 你说的小雨 都让你说了 我还说什么呀 总经理 我和许静北 去去去 总经理直接把我往许静北那边推 以前都是我看别人拍总经理马屁 没想到我们总经理才是个资深的马屁精 总经理还朝许静北笑呵呵的点头 许总 我先过去了 我就让我们公司最出色的苏宇陪你玩 哈 苏宇好好陪许总 说完还给我使个眼神 走了 我真是吴宇他妈给吴宇开门 吴宇到家了 许静北靠了过来 身上带着一股子冷掉的香气 你们总经理在撮合我们两个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严肃而认真的告诉他 许静北 我不喜欢你了 你别追我 你追不到 许静北脸上掉铃铛的表情一顿 神色严肃了一份 我知道你恨我 当年的事情 我应该给你一个解释 我心里烦躁 不想听他说话 他每一个字都还行 组合在一起 怎么就那么令人不爽呢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你到底要不要玩啊 那边都开球了 说完我就走了 当年是因为我们家出事了 许静北的声音 从我身后想起 其实我知道他家里出事了 都上新闻了 可那又怎样呢 这就能成为他的借口吗 我继续往前走 手腕呼得一紧 人被转了过去 我仰头看着面前的男人 冷笑了一声 你想说什么呢 说你家里出事 你不想连累我 所以才和你的好兄弟演戏 说你对我腻了 故意让我听到 让我主动离开你 是吗 许静北一顿过后 明显慌了 小雨 你先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我 你觉得你的新公司 现在上市了 你又能行了 所以你打算 回来重新追求我 是吗 还是特别你觉得 自己绑上富婆 顺带 能让我一块 飞黄铜达了 许静北深深地看着我 他似乎有好多话 要跟我说 可这回 他却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了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说 对了 许静北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你有钱吧 许静北红了眼睛 可是我 我不能连累你 那段时间 我们家欠了很多债 你可真伟大 伟大到用善意谎言 骗我离开你 我吃笑 可是许静北 因为你 我也真的撕心裂肺过 我那段时间 怎么过来的 不是你一句 不你不想连累我 你还爱我就能弥补的 我们就一直这样吧 我不想改变现状 永远都不想 我说完 就跑去找总经理他们了 还有别人在场 我不想让大家 因为我扫兴 许静北过来的时候 也恢复了 平日里的风流倜傥 开始了 对呀 许总 我们这边开始了 小雨呀 你陪许总玩 总经理朝我几眉弄眼 我拿出陪客户的态度 向许静北 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许总 我陪您打吧 许静北眼神深邃地 看了我一眼 笑着挑了挑眉 好 我们两个走到一边 许静北突然问我 你们总经理一直都这样 我愣了一下 什么 推你出来陪客户 你还好意思问我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皮笑肉不笑 当然不是了 只有像许总这样的大客户 我们总经理才会这么上心 许静北择了一声 这还差不多 不过我们总经理 确实有点过了 却没想到 更过得在后头呢 午休完 大家去泳池那边玩 总经理又提议 玩点小游戏 他给我们讲了一下游戏规则 就是大家抓粥 数字一样的两个人一组 然后比赛吃格力高 就是那个长长的巧克力饼干 当然 两人吃一根 哪祖吃得快 哪祖就胜利 我起先还觉得没什么 可当我和许静北 抓到一样的数字时 我就觉得 这游戏有点恶俗了 还有 怎么可能那么巧合 肯定是总经理动了手脚 我抿着唇不想说话 许静北拿起一根格力高 走到了我身边 待我们了 他坐下 让人计时 然后叼着格力高的一端 朝我挑眉 狭长眼眸钩子似的 带着些许的轻挑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找不到出口似的 可迎上总经理殷切的眼神 我又不能做出什么 打许静北脸的举动 只能凑上去 咬住格力高的另一端 计时的人喊了一声 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许静北突然靠过来 然后就将格力高吃完了 他的嘴唇擦过我的嘴唇 软软的触感 下一秒就消失了 就一秒钟啊 太快了 冠军啊 许静北淡淡一笑 眉宇风流 我们是一等奖 滚吧 说是比赛 还什么一等奖 其实就是说着玩玩的 大家凑在一起 找个乐子而已 所以许静北问我 想要什么奖品的时候 我直接说大红包 什么都不如前十会 于是我们总经理 现去换的现金 给我包了个大红包 游戏也就这么结束了 下午大家往回走的时候 许静北趁大家不注意 突然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说 那个吻就是我的奖品 给多少钱我都不换 我就知道 你混蛋 许静北无辜举起手 真不是 我要是真混蛋 哪就倾听点水一下 我就呵呵了 我怕你生气 许静北神色变得认真 我一把推开他上车了 谁生气了 我根本都不想搭理他 我刚坐好 车门就又打开了 进来的人是许静北 你自己没有车吗 大家一起来玩 随便坐的 你这车不让坐 许静北进来 将门关上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往我那边挪了挪 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手机铃声这时响了起来 是我妈打来的电话 订好了呀 就去青青草原牧场 你儿子指定的地方 青青草原牧场 有这个地方吗 上上是不是喜洋洋看多了 怎么没有 你订票啊 我妈说完就挂断电话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还真有 于是我立刻订了周六的票 青青草原牧场 许静北突然凑过来 周六 我反射吸的 将手机屏幕扣起来 防备的看他 你干什么 许静北轻笑了一声 没什么 随便看看 他说完就坐了回去 拿出手机 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我很快就知道 他干什么了 到了周六那天 我们一家早早就出发 刚下楼我就看到了 傅林 他的车子就停在单元楼门口 他站在车门口 含笑看着我们 我微微一愣 傅林 你怎么在这 傅林笑了笑 跟我爸妈打招呼 然后走到上上面前 弯身轻轻揉了揉上上的小脑袋 上上 今天出去玩 开心吗 上上点头 开心 我还要吃烤羊肉呢 我要吃一只大大的羊腿 上上夸张地比划着 两条小胳膊都要飞起来了一样 比划的羊腿差点比他个子都高 傅林朗声笑了出来 好 叔叔今天就是负责给上上烤羊腿的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我妈叫傅林来的 上车之前 傅林靠近我 亲生说 抱歉没提前跟你说 伯母说今天出去玩 少个劳动力 所以我主动请英过来的 我扯唇笑笑 是我不好意思才是 麻烦你了 到了牧场上上就撒欢了 他之前没住过帐篷 所以看到帐篷的时候 兴奋地在领人上窗吓跳的 妈妈我太幸福了 我忍俊不禁 你看着点啊 你会摔倒了 哭了我可不管 出来玩你还不忘训孩子 出去帮忙去 我妈进来又把我给训了一顿 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这样上窗吓跳的时候 我妈没少说我呢 我撇撇嘴出去了 我爸和傅林将羊肉都拿出来了 烧烤架子也架了起来 我自然不能真的让傅林把活拳干了 连忙上去帮忙 这里可真棒 出来玩一玩 心情也轻松多了 我们虽然有五个人 但也吃不完一整只羊 附近还有帐篷呢 我看有不少小孩子在那边玩 所以拿了一些一次性的纸碟子 装了一些烤羊肉 和上上送过去和大家分享 上上也收到了不少美食 小家伙完全被那些美食吸引了 我拿着最后一小碟子烤羊肉 走到了最末端的帐篷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结果我还没等走近呢 一抹高大的身影就从里面出来了 再看那不是许进北是谁 我倒吸了一口气 转身就走 苏语 许进北喊住我 我闭了闭眼 转过身 他走过来 垂眸看了眼我手里的烤羊肉 冷哼了一声 你前夫烤的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许进北早就来了 他刚才一直偷偷观察我们的吧 我白了他一眼 转身想走 你就那么喜欢他 既然喜欢 为什么还要离婚 许进北在我身后问 我脚步一致 真想把这小碟羊肉扣他脸上 妈妈 上上跑了过来 跟我显摆他得到的果冻 妈妈你看 这是小姐姐给我的 是草莓喂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在发烫 原来真有芒刺在背这种感觉啊 我拉着上上想要快点走 小家伙眼尖看到了许进北 叔叔 上上朝许进北招手 我没有羊肉哦 叔叔要不要吃羊肉 许进北挤不过来 没眼含笑 嗯 叔叔想吃羊肉 可是你妈妈不给叔叔吃 天真的上上就这么被利用了 妈妈 你为什么不给叔叔羊肉 上上小短腿倒腾起来 走到我面前 垫着脚尖 费劲巴拉的够我手里的羊肉 妈妈 我要给叔叔吃羊肉 上上这么惦记的一个叔叔 难道这就是父子天性吗 上上也是需要爸爸的呀 我心里突然一空 连忙把羊肉给了上上 上上转身朝许进北跑去 许进北迎上去 在上上面前蹲下 看着上上的时候 眼神温柔极了 完全没得平日里的慵懒和轻挑 上上把小碟子递给许进北 叔叔 请你吃 乖 谢谢 许进北接过羊肉 轻轻摸了摸上上的小脑袋 上上突然伸出手 许进北愣住了 我笑了 果然 下一秒 我就听我儿子说 那叔叔拿什么 跟我交换呢 老师说 好朋友要都懂得分享哦 叔叔 我想吃跳跳糖 跳跳糖可好吃了 还打舌头呢 好吧 是我误会了 上上才四岁大 哪来的什么父子天性 他眼里只有好吃的 可许进北尴尬了 他肯定没准备吃的 我上前拉着上上的手 算了 这位叔叔没有吃的 羊肉就算我们请客好了 走吧 上上 上上别别小嘴 有些不开心了 许进北握住上上的小胳膊 上上 你告诉叔叔 你在哪里上学 叔叔下次给你送 许进北 我立声打断他的话 许进北是住嘴了 但上上没有 我在小贝壳幼儿院 而砸你可真棒 许进北伸出小拇指 叔叔答应 你请你吃好吃的 拉钩 上上这个小吃货 立刻伸手和许进北拉钩 完全忘记了 平日里 我这个老母亲对他的教导 不许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许进北站起来 把上上送到我身边 你儿子很喜欢我呢 他那一脸的自豪 是怎么回事 我冷笑了 我儿子不是喜欢你 是喜欢好吃的 许进北责了一声 那可不行 你得告诉上上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我弯身轻轻拍着上上 上上听到了吗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许进北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活该 我握住上上的小手 上上却拉住了我 妈妈 可是叔叔不是陌生人呀 许进北顿时又得意了起来 还吵我挑眉 听到了吗 你儿子说我不是陌生人 他弯身看着上上 上上 叔叔确实不是陌生人 叔叔是喜欢你妈妈的人 许进北 你别跟我儿子胡说八道 我拉过上上 上上歪着小脑袋 一脸的迷茫 妈妈是我的 只能我喜欢妈妈 许进北 他轻壳了一声 脸色严肃 叔叔也可以喜欢妈妈 这个人真是 跟小孩子叫什么针啊 果不其然 上上仰头大哭了出来 妈妈是我的 呜呜呜 你不可以喜欢妈妈 只有我可以喜欢妈妈 许进北一慌 连忙上前哄上上 好 好 叔叔不喜欢 上上 叔叔跟你一起 喜欢妈妈不行吗 不行 妈妈是我的妈妈 又不是你的妈妈 上上奶胸奶胸地 瞪着许进北 许进北无奈一笑 是 妈妈是你一个人的妈妈 但是你妈妈 可以是我喜欢的人 许进北 我差点没控制住 我的洪荒之力 一脚给她踹出去 上上 我妈跑了过来 她简直就是 上上的哭声追踪器 只要上上一哭 方圆百里 我妈肯定 以摩托车的时速杀过来 结果 不仅我妈杀过来了 我爸和傅林也过来了 尤其是那劳两口 一开始的注意力 都在上上的身上 在看到许进北的时候 两人一口同声 许进北 许进北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仪表 苏叔 苏姨 你还敢来 我爸站在我身前 形成保护的姿态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来着干什么 苏叔 我 呜呜呜 他还和我抢妈妈 我不要他喜欢我妈妈 呜呜 上上哭的那叫一个委屈 好啊你 我爸怒急 我隐隐感觉到 我爸要脱鞋打人了 连忙拽着我爸走 走了走了 我们一家四口都走了 我再一回头 怎么傅林和许进北还杠上了 他来在 那你看我 我看你干什么呢 我又赶忙放开 我爸回去拽傅林 走了傅林 我这个心累呀 再回头 许进北还站在那里 看着我 是我离得太远了 所以看错了吗 为什么我在许进北的眼里 看到了痛苦 也对 他还喜欢我 他当年离开我是有苦衷的 可我还是恨他 我不恨他当年离开 只恨他都没问过 我愿不愿意和他过苦日子 就走了 许进北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那位许先生是上上的爸爸 回去的路上 傅林问我 我爸妈刚才的表现 一看就是认识许进北 再加上上上说 许进北喜欢我 傅林想到这来也不奇怪 我点点头 嗯 傅林没再说话 我们回去继续玩 许进北没再出现 但是晚上回到家 我妈却把我叫进了书房里 许进北回来了 你是怎么想的 我很诚实地回答 我没怎么想 我妈一脸的严肃 她给我打电话了 说要跟我解释一下当年的事情 当年她离开之后 她家里的事情就上新闻了 我也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我怎么觉得 我妈有点动摇了呢 这可不符合她的性格呀 就算她当时是为了我好 不想连累我 可她后来都没有联系过我 现在又来这一出 算什么呢 我妈叹了口气 她肯定一直忙着新公司的事情 新公司能再短短五年起来 并且上市 她应该没少受苦受累的 如今成功了回来找你 男人的自尊 她如果那么在意她的自尊 那就不该回来找我 我不想和她和好 她一遍又一遍被我拒绝 岂不是更伤自尊 我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可她到底是上上的爸爸 你当初留下上上 不就是因为还放不下她吗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亲妈 竟然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之所以生下孩子 只是因为我舍不得 和许静北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和我妈再说 出去了 外面 上上还拉着她老爷追问呢 老爷 我不让那个叔叔喜欢我妈妈 她是不是就不请我吃好吃的了 儿子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就知道吃 我回房 洗漱完毕躺在床上 突然又想到了 我和许静北分手的那天 那天她出去和朋友吃饭 下雨了 我还去给她送伞 结果刚到包厢门口 我就听到许静北说 腻了 就想分了 腻了 这两个字实在是太伤人了 即便到现在 我知道她当时是故意 说给我听的 可我只要一想到这两个字来 心里依旧不是滋味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傅林发来的微信 苏宇 我喜欢你 我们正式交往吧 好吗 我一正 一时之间 有些反应不过来 傅林竟然正式跟我告白了 可我刚才在想许静北的事情 这回脑子里乱乱的 手已经开始打字了 抱歉 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傅林没有回我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清楚地发现自己拒绝了傅林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我放下手机 睡觉了 梦里竟然都是许静北那张斜色的脸 等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我摸了摸额头 一层薄汗 我拿过手机 看到傅林的回复 好 我们还是朋友 我妈在外面敲门 小雨 我和你爸带上上去早逝了 你饿了就自己弄点吃的 不饿就等我们回来的 我应了一声坐起来 发了会呆下床去洗漱 我打算今天在家里大扫除 谁知道许静北却发来了微信 我在你家楼下 我刚要把手机丢一边去 另一条微信就又进来了 小雨 我们好好谈谈 好好谈谈 也行 我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就下去了 一眼看到许静北站在车边 我走过去 他打开副驾驶车门 我直接坐进去 许静北坐进来 关上车门 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 你要谈什么 我目视前方问他 许静北侧头看着我 当年的事情 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对不起 小雨 我点点头 我接受你的道歉 许静北却一顿 然后苦笑了一声 其实 我宁愿你恨我 讨厌我 小雨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 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了 我心口那里揪了一下 别开脸没有说话 许静北语气认真 而诚意满满 我不奢求你现在就原谅我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重新追求你 重新追求我 想得美 你别想美事了 追我的人多了 不差你一个 说完我就下车回家了 快到十点 我爸妈才带着上上回来 上上一进来 就兴奋地跑到我面前 妈妈你看 这是鸡蛋汉堡 可好吃了 妈妈你快尝一口 上上小手抓着一个 比他手还大的鸡蛋汉堡 递到我嘴边 我笑了出来 握住上上的手腕 咬了一口汉堡 嗯 好吃 上上自己也咬了一口 又递到我嘴边 冲我笑眯了眼睛 我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我儿子怎么那么可爱 随我 绝对随我了 妈妈 我还给那个 喜欢你的叔叔一个 叔叔答应我 给我买好吃的 上上嘴里有东西 口齿不清 许进北还在下面吗 我看了一眼我爸妈 把上上带到房间里 上上 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上上突然贪手 那他现在还没给我 买好吃的呢 我怎么喜欢他呢 我轻轻捏了捏上上 鼓鼓的小脸颊 你呀 就知道吃 上上又咬了一口 鸡蛋汉堡 因为我是小孩子嘛 他倒是清楚得很 上上 妈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样的爸爸呀 上上脱口而出 给我买好吃的 这孩子有点危险啊 上上 你以后绝对不可以 接陌生人给你的食物 记住了 万一被坏人带走了 就再也找不到妈妈了 找不到妈妈 我会很伤心的 上上有些红了眼 这孩子看 小蝌蚪找妈妈 都能哭得眼泪哗哗的 他要是找不到 我肯定更伤心 那我也就放心了 你记住妈妈的话呀 陌生人给你什么好吃的 你都不能要 上上点头 好 我最爱妈妈了 我心头一暖 一把抱住上上 还没等开始温馨呢 这熊孩子 就故意亲我的脸 把他嘴上那点油 都蹭我脸上了 这点坏劲 就随他罢了 周英我去上班的时候 又在楼下看到了许静北 他就靠在车边 手里还捧着一束玫瑰花 笑得风流斜四 跟得南湖立金似的 要不要这么浮夸 进进出出的人都看着呢 我有点嫌弃 抬手挡住脑门 想绕开他 小雨 他还喊我的名字 幸亏没怜悯带性地喊 我连忙过去 按下他手里的玫瑰花 许静北 我说了 我不喜欢你了 你别再追我了 许静北没烧轻条 追人又不犯法 我送你上班 我抿着唇不说话 许静北突然靠了过来 那我就在这亲你了 你看 他们都看着呢 许静北打开副驾驶车门 我立刻钻了进去 吃饭了吗 他坐上来 靠过来帮我系安全带 当初他追我的时候 就死皮赖脸的 如今还来这一出 真让人看不上 你觉得你很幽默是不是 许静北微微一顿 随即笑了出来 我没开玩笑 我真想亲你 我白了他一眼 没再说话 许静北就将玫瑰花 塞进我怀里 启动引擎 我看向窗外 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上上都喜欢吃什么 我戒备地看了他一眼 许静北勾着唇角 没办法 你这防我防得滴水不漏的 我只能从上上身上下手了 我觉得上上还挺喜欢我的 你说我当上上的爸爸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赌气对他 可我又觉得 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许静北和上上都有权力 知道他们的父子关系 我也不能埋一辈子 可这会让我跟许静北说 上上是你亲儿子 我可说不出口 那也太便宜 许静北了 我看上上就是个小吃货 他应该不挑食吧 那我就看着办了 我只当许静北 自说自话 到了公司 我直接开门下去 将玫瑰花留在了座位上 下班我来接你 许静北下车 冲我喊了一句 公司进进出出的人都看过来了 这家伙的脸皮 就跟城墙一样厚 我快不进去 可还是来不及了 接下来的一整天 我都能听到大家在议论我的绯闻 总经理还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嘘寒问暖 问我公位舒不舒服 还要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 我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总经理 你别这样 我不习惯 总经理一脸认真的跟我说 那你可得好好习惯习惯了 未来的林瑞老板娘 总裁夫人 我还能说什么 只能干笑了两声出去了 下班的点 总经理又来到我的公位前 小雨啊 这都下班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总经理 我今晚加班 总经理关心的语气 工作是做不完的 身体最重要 快下班吧 我工作可不没做完吗 你们今天都在议论我 害得我根本无心工作 都是许静北那个混蛋不好 他是害我今晚加班的罪魁祸首 许静北的电话这时还过来了 我在下面等你 我语气生硬 我今晚加班 那我也等你 我直接挂断电话 哎 等就等 我才不管呢 继续靓着他 我把最后一个同事 熬走了 走到窗边 偷偷往下面看了看 可是天太黑了 我看不到许静北在不在 一阵脚步声突然响起 我一回头 没错 又是许静北 你怎么上来了 许静北只是笑笑 拉过一张椅子在我身边坐下 将一份外卖放到桌子上 带上了一次性手套 拿出里面的小龙虾 他在给我包虾吗 我突然很想问问他 这五年来 他为什么一次都没联系我 只是因为不想连累我吗 还是不想让我看到他落魄的的一面 出于男人的自尊 可我终是没问出来 我起身把东西都塞进包包里 你自己吃吧 我下班了 小宇 许静北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下来 就追上来了 吃完再走吧 我都买了 不能浪费食物 那你自己吃吧 我绕过他 在等电梯的时候 他追上来了 手里还拎着外卖 跟着我进了电梯 我一直没搭理他 走到公司门口我才发现 外面竟然下雨了 我带伞了 许静北含笑说完 冲进雨里拿把伞回来 走吧 送你回家 不用 我自己回去 早晨就是我送你来的 忘了 你没开车 许静北提醒 对哈 我把这茶给忘了 许静北撑开伞 走吧 我犹豫了一下 上了许静北的车子 他开始没话找话 你经常加班 嗯 我给你几个客户 你尽快完成下半年的KPI 这样以后就不用加班了 不用 我是忍痛说出这两个字的 客户啊 我的钱啊 许静北侧头看了我一眼 滴滴笑了出来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生气就不理人 我本来都动摇了 他一说 以前我顿时来气了 他还好意思说以前 许静北又说了一大堆 我这次一声都没止 车子在我家楼下停下 我直接开门 冲到了单元楼门口 小雨 许静北的声音 穿过雨帘 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转过身 许静北站在大雨里 连伞都没打 这这一会的功夫 他的衣服 估计都湿透了 他走过来 头发还在滴水 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一只 受了伤误入人间的妖孽 我明早来接你 我心里憋着气 说话也没什么好气 不用了 我自己有手有脚 不用你送 许静北神色顿了顿 抬了一下手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又放下去了 可是 我心里就是憋着一股气 找不到出口 这口气出不来 我做不到跟他和好如初 许静北 这五年来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你是不想连累我 还是出于你的自尊 不想让我看到你落魄的样子 许静北张了张嘴 被我打断了 你说实话 许静北深深地看着我 许久之后才缓缓开口 都有 也就是说 我在你的心里 还没你的面子重要 是吗 当然不是 许静北的语气变得急切 对我来说 什么都没你重要 我没再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进去了 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快十一点了 上上早就睡着了 我爸穿着老头背心 坐在沙发上 一边扇扇子 一边吃西瓜 爸 都几点了 你少吃点吧 我爸递给我一块西瓜 你过来 爸跟你说点事 我放下包包过去坐下 结果西瓜吃了一口 好凉爽 今天放学 上上一看到 我就说起了许静北 他请上上 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吃那种小西点 以上上的名义请客的 现在整个幼儿园都在说 上上的爸爸这么好 那么好 给上上开心坏了 是吗 我想象着上上开心的样子 呼吸一致 一颗心沉甸甸的 上上他 他是因为吃到好吃的开心 还是因为 因为大家都说他的爸爸好 上上还问我 许静北真的是他爸爸吗 为什么他以前没有爸爸 我爸说到这 叹了口气 我知道他在心疼上上 我又何尝不是呢 爸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重新接受许静北吗 我爸眉头都皱到了一起 我就是想问问你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 自从那天在商场门口看到许静北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当年和许静北分手 我除了气氛 更多的则是伤心难过 我是真的很爱很爱他呀 之所以生下上上 确实是因为舍不得 上上一点点长大 我偶尔也会在他的身上 看到许静北的影子 可我已经不会主动去想他了 就像是在心底里埋了个箱子 我把关于许静北的回忆都装进去 封起来 可即便我不想 也不代表许静北不存在 他是客观存在在我生命里的 是啊 许静北已经成了我的客观 直到他回来 对我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 还说要追我 我才确定了我那时候的自我安慰 都是真的 可该受的苦我还是受过了呀 这些不是许静北一句 我不想给连累你就能抹平的 我现在很迷茫 爸 我也不知道 我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看那小子 对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用了真心的 那咱们就好好折磨折磨他 让他吃够苦再说 我被我爸的话逗笑了 也感到轻松了不少 嗯 谢谢爸 早点睡吧 我爸起身回房了 我把剩下的西瓜 吃完也回房间洗漱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又想到了 我爸刚才说的话 嘴角忍不住上扬 还是老爸了解我 他知道我心里有坎 不迈过去的话 我这一辈子倒不会和许静北在一起的 那迈过去之后呢 再说吧 第二天我还没醒呢 上上就钻进我的被窝里 抱住了我 妈妈 我转身抱住上上香香软软的小身子 像吸猫一样吸着他身上奶奶的味道 上上怕痒 躲着我哥哥笑了出来 我睁开眼睛 在上上的小鼻子上亲了一口 在睡会 上上爬到了我的肚子上 往我脖子上拱了拱 妈妈 我昨天吃到了好多好吃的 都是爸爸买的 上上喊爸爸喊得那么自然 我心里一酸 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上上 那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 那你喜欢爸爸什么 给我买好吃的 上上突然抬头问我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住 为什么 我们是和姥姥姥爷一起住的 可是别的小朋友 他们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一直以来 我都害怕上上问我这些问题 终是没躲过去 因为 因为爸爸要赚钱 赚好多好多钱 给我买好吃的吗 上上呼闪着大眼睛 已经不眯眯了 甚至可以说是双眼放光 我只能点点头 对呀 爸爸赚好多钱 就可以给上上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了 上上一个屁堆坐了起来 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我的肚子 我今天还要吃好吃的 我要吃巧克力 我要吃薯片 还有糖盒 不行 我严厉的话落下 上上别别小嘴 别哭别哭 下一秒 上上哇的一声 就大哭了出来 我摊在床上等死 果然没一会 我妈就杀过来了 苏鱼你怎么搞的 宝贝 姥姥抱抱 上上被姥姥抱走了 我可能也需要一个抱抱 吃完早餐我去上班 这一次没在外面看到许进北 还说要重新追求我呢 她也就这点耐心了 我心口一堵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陌生号码 我接通 那边传来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苏小姐 我是许总的助理 我们许总生病了 您能过来照顾许总吗 昨晚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生病了 我又不是医生 我去有什么用 你还是叫医生 可是许总发烧了 许总昨晚喝了好多酒 还淋雨了 现在烧得迷迷糊糊的 嘴里一直喊你的名字 好吧 那我就去看看 我给总经理打电话请个假 总经理很痛快地答应了 还让我想休息多久 就休息多久 我也是醉了 我们总经理这功力 肯定还能往上爬 我来到许静北助理给我的地址 进了电梯 电梯刚要合上 就又打开了 进来了一个女人 很眼熟 我突然想想起来 911 对 就是那天在商场外面 和许静北在一起的那位女士 她是来看许静北的吗 难道她和许静北真的是 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突然就不想去看许静北了 那人看了眼我按的数字键 然后对我微微一笑 电梯厅下 女人先出去了 我站在电梯里 正犹豫着 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苏小姐 请 许总还没醒过来呢 我咬了咬下唇 出了电梯 一抬头就看到了刚才那女人 她也看向我 你也是来找静北的 对对 这是我们许总的女朋友 许静北助理笑呵呵的介绍 我 我不是 我解释 如果许静北真的和她是那种关系 我也不能破坏了许静北的大好前程 她重新开始的钱 就是这位女士给她的吗 女人突然大步朝我走来 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你就是我的外甥媳妇 长得可真漂亮 快进来快进来 她一边说 一边把我拽进了许静北家里 我愣住了 外甥媳妇 这人是 我是静北的小姨 之前一直在国外 但我经常听静北说起你 她说等她公司起来了 就回去找你 这孩子也是 就是不了解咱们女人 小姨叹息着摇了摇头 我不动声色戳出自己的手 她跟你说过我 几乎天天说 还总问我你会不会原谅她 那天在商场外面 我看到的就是你吧 其实静北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但我没认出来 小姨很热情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也没怎么变吧 小姨抿了抿唇 她给我看的是你穿开当裤的照片 许静北是不是有病 对 她真的有病 我去她房间看了看 她已经睡着了 我又被小姨拽了出来 她把我按在沙发上 仔细端向着我 一个劲点头 嗯 好看 真好看 我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了 更别说我那不值钱的外甥了 小姨你还真幽默哈 小姨又叹了口气 这几年 静北真的挺苦的 为了公司能紧快起来 天天出去喝酒 喝得未出血 我劝她放弃 可她就是不肯 她说如果她不成功 就没脸回来见你 拿什么娶你 好在她成功了 我能想象得出来 许静北这五年来 是怎么过来的 她能在短短五年之内成功下 定然是没少吃苦的 可是我喜欢她 也从来不是因为她有钱 你是这么说 可静北是男人 她曾经和我说 如果她这辈子就那样了 她就不回来了 如果让你跟着她过苦日子 她宁愿放手 如果她成功了 但是回来之后晚了 你嫁给了别人 也没关系 她会默默守护你 爱你 小姨说到这 抹了抹眼泪 我走到许静北房间门口 轻轻打开门 看着床上睡着的她 她眉头紧簇 睡颜一点都不平静 下额总是紧绷着 这五年来 她是不是连个好觉都没睡过 许静北 如果你真的失败了 是不是真就不回来见我了 我抬手摸了摸脸颊 竟然是湿的 我在许静北醒来之前回家了 我要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许静北打来的 你来过了 她的嗓音沙哑 我张了张嘴 许静北沙哑的声音 就又响了起来 怎么走了 我都没看到你 许静北 我打断她的话 你现在后悔吗 电话那端是一阵沉默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我想要天上的星星 你都可以给我 你要的就是这样吗 你觉得我要的是这些 是吗 小雨 许静北哽咽了 许静北 你走了之后 我知道你家出事 我安慰我自己 你不想连累我 所以才故意说那些话 让我离开你 那个时候 我们家欠了很多债 那个时候我怀孕了 怀了你的孩子 砰的一声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异响 紧接着 我听到一阵 焦急的脚步声 许总 您慢点 调平 别拔针啊 许总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的眼泪速速落下 我想把心底的委屈都哭出来 这样 许静北 我就能继续和你在一起了 其实你也委屈吧 许静北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 那就都放下吧 一起往前看 向前走 过了快两个小时 我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 门外站着许静北 她冲进来 紧紧抱住我 她的脸埋进我的颈窝里 我感受到了温热的失忆 她哭了 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许静北 上上是我的孩子 许静北哽咽到话 都有些说不清楚了 小雨 我肯定就是一个混蛋 我轻轻推开她 含泪看着她 你说如果你失败了 就不回来找我了 那现在呢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这么决定吗 许静北眼眶通红 她无助地看着我 小雨 我自己怎样没关系 我 我真的不能让你 跟着我过苦日子 我 我那个时候 已经一无所有了 可你是我这辈子 最想守护的人 我不能 我还没等踢开她呢 我爸就回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唱的是哪出啊 我一把拽起许静北 丢脸死了 许静北脸皮到时候 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上前就叫爸 我爸背着手抿了抿唇 你拉倒吧 我可受不起 我拽着许静北回到房间 又和她说了很多 还警告她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能离开 许静北连连点头 然后问我 你都说完了 嗯 许静北轻咳了一声 凑过来 那你 你真的和傅林结婚了 这小心眼的男人 还纠结这个呢 我懒得理她 许静北愣是缠了我一天 我才大发慈悲 和她说实话 傍晚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去接上上放学 上上出来 一看到许静北 小短腿顿时倒腾起来 爸爸 许静北眼睛一红 迎了上去 将上上抱起来 上上 是爸爸 上上掰着自己的小手指头 爸爸我今天要吃巧克力 薯片 跳跳糖 上上 那是你爸爸 不是你的菜单 不过 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了 我相信 上上很快就会适应 这段父子情的 还有我和许静北 这段感情 才经历了五年的断裂之后 又接上了 那说好了 许静北 以后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这段感情